這個目前老三病已經太嚴重了 必須要有一劑特效藥 他把這個特效藥視為金埔中 那今天看到這樣的人馬出爐 那大家也說侯友宜 現在看起來不走中間路線了嗎 濃濃的馬精體質的味道嗎 是要馬精復辟嗎 那我們請教將軍 因為大家出來也是要說好話的 包括這個金埔中就說他很謙虛 那我們是不曉得 那謝龍介也說侯友宜不講空話 務實又有執行力 今天除了金埔中之外 其他四個人小組也曝光了 包括曾明忠當召集人 那林洪池謝龍介當副召集人 另外還有剛剛說到的杜子君 會當國政顧問團的召集人 這個人馬這個幹部 看起來侯友宜有什麼樣的安排嗎 當然侯友宜已經完全要走 當時馬英九的路線了 因為侯友宜講過 他的競選沒有主委 他的主委是兩千三百五十萬人 每個都是主委 所以我跟舉經也是他的主委 他的主委是每一個人 但是他就有一個執行長 對這個執行長就是金埔中 所以這場選舉看來侯友宜 已經到了最後的階段 就是實在救不起來了 最後的階段 對就是要下狠藥 用金埔中來當執行長 請問侯友宜還有更好的解藥嗎 沒有了 就是目前老三病已經太嚴重了 必須要有一劑特效藥 他把這個特效藥視為金埔中 因為金埔中目前來講 是國民黨大選裡面唯一超過勝算 這個勝盤的一個執行的人員 就是他幫馬英九選贏了2012年 2012年以後 國民黨在總統大選是沒有贏過的 所以唯一勝選的保證就金埔中 那可是金埔中說句實話 對 是老帥 他是老帥 不管是長兵符夠帥 長得也算夠帥 可是呢 他有沒有辦法跟侯友宜無縫接軌 這是最大的問題 當時金埔中能夠在2012年協助馬英九 能夠超勝算 其實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馬英九是有人氣的 他超馬英九是有人氣的 所以金埔中不管到全國各地去做協調 這進總的執行長很重要 那時候馬英九是大於國民黨 但是現在侯友宜是小於國民黨 侯友宜跟國民黨應該是搭不上嘎 他完全是搭不上等號 你說侯友宜是國民黨的 很多人就講哪是啊 他哪是啊 他只是批國民黨的戰袍而已 很多繼承是這樣講喔 所以說現在金埔中代表侯友宜 到各地去談 怎麼談 你背後的大哥是誰 以前是馬英九耶 金埔中到任何地方去 跟派系的這個領導人來談 那叫什麼 如正清零 如誰 如馬英九清零 我金埔中講的 就是馬英九講的 我金埔中想的 就是馬英九想的 我金埔中聽到了 馬英九也會聽到 所以那厲不厲害 那是 那是御前戴刀侍衛耶 對不對 他不是戴的是 一把小刀而已 他戴的是 甚至到 上方保健 上方保健 是如正清零 所以金小刀那時候 在2012年 可以推展所有選物 可以無往不利 而且可以這麼有執行力 這麼有魄力 因為他後面有個 有人氣的馬英九 可是後面那匹馬 變成一隻猴了 怎麼辦 變成侯友宜 侯友宜是在他 最強的時候 就是在2022年 大盛的時候 找了金甫衝嗎 如果那個時候 找不一樣 那時候侯友宜 狭高人氣 狭高知名度 狭高知識度 那時候找金甫衝 如正清零有效 現在你找金甫衝來 是金甫衝的力量 大過侯友宜 還是侯友宜的人氣 高過金甫衝 這是個問號 所以說 所有人 請金甫衝 去幫他服選 我想 很多森蘭是願意的 金甫衝 去掃街 你問問看 你問游書 願不願意 願意 羅志祥願不願意 願意 可是換成侯友宜 當然 掌提布的候選人 我們都會支持 都變這樣了 所以接下來金甫衝 是國民黨內 最強的母雞了 是不是 對 最強的操盤手 可是你操的那個盤 卻不強 操盤手很強 對 就是我這個賽車手 我是幾屆的賽車冠軍 可是車不好 你勾一台車子 這就馬力不夠 我要吹 我要換檔 我要飄移 車子性能要夠好 可是你給我這部車 我要怎麼開 所以這就是一個 很棒的賽車手 蟬聯幾次的冠軍 可是車子不好 他要怎麼開 怎麼贏得冠軍 這才最大的問題 還有一個 就是他現在把召集人 區分了好幾個 就是說 我現在金甫衝是執行長 執行長是全管的 包含了募款 包含了政策 包含了組織的方向 包含了媒體的操作 包含了議題的主攻 執行長是全管 可是下面的召集人 分誰 真名中 單組織召集人 前立委林洪池 謝榮介為副召集人 這叫做什麼 人家是老瓶裝新酒 對不對 他這是新瓶裝老酒 怎麼搞 你們政策是什麼 有新的政策嗎 請問侯友宜有新的政策 金甫衝再厲害 他是操盤手 他不會幫你擬定政策 我會幫你找議題 但是議題是圍繞的 主帥的政策在走 侯友宜的政策是什麼 對於福茂 侯友宜一定停 因為是被柯文哲逼的 對於九二共識 我相信也會停了 因為金甫衝出來了 金小刀出來 你敢不停 不停我明天就走人 對所以侯友宜 他的政策是被旁邊的人拱出來的 不是他想出來的 政策是要你自己想出來 講出來才會斬釘截鐵 有說服力 你的政策是被人家拱出來的 零到六歲國家養 把人的好 叫我來用 那是郭董的 那請問福茂 是你先講的嗎 是柯文哲先喊的 你才跟著喊 那現在九二共識 是金甫衝跳進來了 你必須要跟著走 所以你所有的政策 是跟著幫你服選的人走 你還是沒政策啊 那當服選的人 他的政策不一 當服選的想法不一的時候 你的主帥就傷腦筋了 為什麼 最後你要才是 雖然如正清零 執行長可以做很多的決斷 可以做很多的割捨 可是最後的政策拍板 叫定是侯友宜 那麼 請問到底是 召集人的政策有力 還是執行長的政策有力 還是你侯原來團隊的 走原來喝喝做事的路有力 所以說這一些 最後的拍板 柯文哲有了 賴清德有了 請問侯友宜 你的主軸在哪裡 我覺得主軸出來 後面才好服選 否則很辛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